2023年的1月5号 与我相识两年的好友在墨河 待了十天后准备离开墨河 去往内蒙古 我决定送军千里 带他们小两口走一条99%的自驾游二号者 都没走过的穿越路线 死时死刻的墨河 气温徘徊在零下35度左右 这次我们的线路是横更于大县陵 北京原始森林的保护区 650公里的跨度 要么是不让陌生人过多停留的 恩和哈达镇 要么就是管户区的检查站 除了这些工作人员 与我们相伴的只有野生动物 为了这次出行 我们必须做足充足的准备 外来夫他们是面包四驱的 里面有高功率拆暖 我则背上了贝陀 阿林是土生土长的墨河人 我从我的父辈那里明白了一个道理 极寒作业从来靠的不是勇气与鲁莽 要想活下来就得尊重自然 这一路不但是人 车 都要面对严寒带来的巨大挑战 摄影器材也是同样 每次无人机起飞 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真怕它是有去无回呀 事和远方的背后 或许是伤痕伦累的现生活 1月5号我们露营在黑龙江的源头 露骨河村 1月6号我们跨过了黑猛界 兴奋地进入了恩和哈达镇 沿着中俄边境一路高歌猛进 在离760公里的位置 遇到了长达几百米的冰包路 基于我和万莱夫多次组队的默契与信任 折腾了两个小时成功上岸 18点30分 我们终于成功抵达了魂前名罩的齐前 吃着我妈妈提前预制的烧肉土豆 那一夜整着星辰大海入水 有人为了大限量的金丘来到齐前 有人好奇一个乡镇 为啥只有五户人家来到了齐前 有人为了赤字箭 树中那充满故事的俄古纳河幼岸来到了齐前 一千个人心中一千个哈姆雷特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梦 旅行的意义就是圆自己的梦 见天地 见众生 见自己 1月7号 当我站在俄古涅坤 眺望冰封的俄古纳河 我生命的愿望清单上多了一个句号 离开齐前 继续行驶在大仙岭深处 200多公里的冰雪路 越野车 仍需要分析六个小时 想想当年 厄文客人赶着迅路从贝加尔湖走到齐前 那得需要多久呢 他们的壮举 在人类迁徙文明的浩瀚长河里 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能有幸沿着俄族人的迁徙之路 并在大自然的恩赐下 我们两辆车三个人 完成了这次穿越之礼 我们除了喜悦 只有感恩 恭喜两位成功穿出无人区 太厉害了我们 前方已经看到人间恩火了 朋友们 我们三个 两辆车 我跟万蓝俗 我们经过了三天半的时间 历行了430公里 终于从沐河到达了沐尔道岗 沐尔道岗 有句话说 哪有西装板杖 哪有沐尔道岗 这里就是北方的小镇 北方的有代表的小镇沐尔道岗 1月8号是分别的日子 人这一生注定孤独 有些人能陪你走一段 有些人能陪你走完一生 且行且珍惜吧 我说我有社交恐惧症 大部分听了都会忍惧不禁 在大多人看来 我应该是社交牛逼症吧 其实阿林很怕社交 我要好的玩带来朋友并不多 但是我的朋友对我是真的好 尤其俄古纳的兄弟们 那是热情仗义啊 视频看到这里 我已经抵达了俄古纳的标志性建筑 俄古纳是一座蕴含了多民族文化的城市 这里的牌匾都是中猛俄三种文字的 哈喽朋友们好 我是勇敢的阿林 我身后有个大大的雪人 它的高度得有四米以上啊 那现在阿林在哪呢 我在我们北部边境上比较大 也比较漂亮的地方 俄古纳 这里是哈萨尔王广场 这几个被雪覆盖了 刚刚我把它清扫了一下 这样你们能看得清楚一点 这是一个用真实的雪去雕的 他们写着2023年加油 看这雪大不大 再看看旁边的楼 跟它比起来 这个四层楼都略选 比较秀真了 广场中间这个雕像啊 就是城市三的地理哈萨尔王 整个呼噜妹大草原 克尔庆大草原 都是哈萨尔王的风赏地 传说哈萨尔利大无穷啊 一顿饭可以吃下一头牛 打工射箭 直破仓牛 可以把天空中飞的最高的汹涌给打下来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 我是上蹲涮羊肉 下顿红焖羊肉 早餐是羊肉烧卖 实现了羊肉的自由 我和普拉多住在当地最好的酒店 车子放在暖库里 这一切都是我朋友提前给我安排好的 离别之际 还把我的背脱里塞满了羊肉羊排 还不忘给我的女儿准备了多大爱梦 我的朋友们真是太好了 我保持了羊肉羊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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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